各位一手車訊讀者大家好 我們今天試駕的是福特的Focus ST ST在外觀上跟一般Focus最大的不同 在於它的前世造型 有圖有真相 我們今天找來一部一般的Focus 大家可以看到在水箱罩 以及它的這個氣壩 還有整個頭燈造型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呢 除了這些之外 它還有一個18吋的專屬鋁圈 以及專屬的尾翼 最重要的是它還有一具 中置雙出的排氣管 除了這些之外 它的引擎也是 2.0的渦輪增壓引擎 擁有250匹的最大馬力 以及37.3的最大扭力 最重要的是 它還是一個六速的手拍系統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它的內裝 我們現在在ST的車室內 那其實它的內裝架構跟一般Focus 沒有太大的差別 只是說在一些飾板的運用上 會有不同的材質 那我們看到翻向盤這邊有一個 ST的名牌來 雁明正身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它在上方還有一個 油壓油溫 以及增壓錶的設計 那最重要的就是這具 六速的手拍變速箱 它為了讓這個操控呢 可以更加的迅速然後方便 它在一檔二檔三檔四檔間 其實它的行程是非常的短 尤其是我們常在山路上用到 二三檔之間的進退檔 其實非常容易操作 那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這個 兩張Recaro代工的這個賽車椅 它這個座椅的配色呢 其實是呼應它的外觀車色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兩側的這個固定背部的 以及這個固定臀部的這個 設計做得非常的突出 它可以讓你整個身體完完整整的 就固定在椅子上面 那你在一些山路上 或是做一些比較激烈的操駕的時候 你的整個人 不會隨著車身的中心一起晃動 那在熱血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騎這部車在 一般道路上的使用性 首先它的這個離合器的接合點 跟它的行程 它的安排其實是相當友善 尤其是它的這個接點它比較低 所以你在塞車的時候 不會因為腳一直抬來抬去 感覺到很難開 或是腳會很痠 那另外一點呢 就是它離合器行程不長 但是它的回饋力道 表現得 相當好 尤其是跟上一代比起來 上一代的離合器踩下去 那種好像踩到爛泥般的那種 沒有回饋的感覺 會讓你很難掌握離合器的接點 那講完這個 離合器的這個好處之後呢 要再來講它的這個六速手拍 它的檔位相當明確 那你在一般市區行駛的時候呢 它這裡還有一個扶手 可以讓你 跨在上面 然後 可以輕鬆地去做 換檔的動作 那只是說這個扶手的部分呢 雖然你在慢慢開的時候 可以把手擺在上面 可是當你一旦比較激烈一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在換檔的時候 這個 好像跟手卡在一起 不是很方便 也讓你的這個動作啊 有一些 沒有那麼的順暢 這是比較 有一好沒兩好的地方 速度拉高之後你就會發現 它的轉向非常精準啊 原因來自於 除了它有一些特殊的這個操控的 設計之外 它的方向盤的轉向 非常的 左右時點非常的小 它甚至 左邊轉到底或右邊轉到底 大概沒有一圈 整個的左右時點大概是 1.8圈左右 所以你在 面對這種激烈彎道的時候 你不會有太多 那種手忙腳亂的感覺 其實方向盤輕輕一轉 大概都可以攻克 90%以上的彎道 不會讓你開到 換手手到打結啊 這種狀況 尷尬的情況不會出現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當你在 方向盤的指向這麼明確 而且它的操作這麼簡單之後 你在精關前的退檔 就可以完全用一隻手去 操作它 也不會覺得說 好像失去了車輛的這個 操控的感覺 所以在 作為這個人車一體的 操駕介面的 感受上 ST這部分做得相當成功 另外一點 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Recaro的這個座椅 它的這個椅子呢 它的包覆性非常的好 把你整個人包覆在總間 然後面對一些激烈彎道的時候 你也不用擔心 身體會被 扯來扯去 這個腰部的這個 支撐性非常好 另外一點就是 這個懸吊的表現 當速度稍微提高的時候 這個整個懸吊的支撐性的反應就沒有像在一般慢速行駛還那麼好 因為畢竟 Focus ST的車身重量比較重 那面對這種 劇烈的中心轉移 其實還是有一些軟腳的感覺 那各位如果喜愛開車的快感的話 這個懸吊的強化是一定要做的 動作 國內好玩的手排車其實不多 那Focus ST就是其中之一 那其實很多人開手排車會很擔心什麼熄火啊這些 其實它是一部非常好開的手排車 不管是離合器啊 或者是變速箱檔位的安排 都可以讓你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上手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 ST 開得糊糊身風 CORGU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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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GUEZE